一項調查也非常有趣 就是都會間通常夜晚所發生意外的事故 真的要比白天還要多上很多 是 其實我們有一份調查報告 是臺北市110年的交通事故的時段 時段分析 一天24小時這個時段的分析 那個資料來源 就是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的交通警察大隊 所提供的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上網去查 其實這個調查 其實他們會分整體事故 一天24小時到底有哪個時段 是最容易發生事故 那我們可以看畫面上面的 比如說黃色這個標線的地方 分別是早上8點跟10點 那大家都知道早上8點跟10點是什麼時間 就是它的上班時間 那車流量當然是會比較多 那車流量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發生一些事故 擦撞碰撞的機率當然就會比較高 那再來就是下午4點到6點 那也算是這個下班時間的這個區段 然後6點到8點 也都是比較容易發生 碰撞的機率的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其實看到在這個表格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被比較讓人特別關注的一點是 晚上10點到凌晨12點這個期間 A1的事故的發生率 竟然還是有13%這麼多 對那就代表什麼 其實晚上的時候我們都知道 一定是開車的時候 可能視線的就不像白天那麼好 那像台灣浮世汽車的IQ-Rise 這套智慧型的這個頭燈的輔助系統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自己也就是有一台車 也是有這套系統的 那我覺得IQ-Rise它的好處是 你在不管是我開高架路段的時候 或是隧道的時候 你只要有這套IQ-Rise系統的時候 它其實你把它切到auto 它會用它的一個 算是矩陣式的頭燈組 去把你的路給照更亮 比如說我可能出了隧道之後 一般路燈都會比隧道再暗一點點 那這時候還會把旁邊的路源 路源石或者是欄杆那邊都給打亮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 我覺得非常貼心的是 你在開車的時候 除了路燈已經假設都已經清楚 可是我們開車的時候 一定會有個 你的該路段 一定會有個道路的速線排 對不對 它一定都會把速線排照清楚 它也會去照到那個速線排 對 或者是你交流到要下哪一個 它只要經過它都會照給你 對 它都會照速線排 或者是交流到的指示排 對 所以這會讓駕駛人 在遠遠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先看到 我要下了 這個路段的時速是多少 同時它也會顯示在 有的車款 它會顯示在你的儀表上面 提醒駕駛者 這個路段是多少 不要超速 然後還有一個是 即便旁邊開始有車 在超過你的時候 會不會照到人家呢 對 它會進行一個遮蔽 智慧型的LED的一個光源的遮蔽 它不會閃到旁邊的車 甚至連對象來車 也不會去閃到它 因為它還會把路面都給照清楚 所以它會針對你的車速 你的路段的光源的狀況 去隨時智慧型的調整你的光源的角度 還有照射距離等等 所以我覺得在晚上開車的時候呢 假設你有這一套IQ Drive IQ Lite這一套智慧型的頭燈輸入系統 我真的覺得是開車會大大增加 我們那個開車的安全性 還有辨識度 當然我們買車的時候 除了要安全 剛才也有看到調查 發現台灣人現在用車的 以前跟現在態度 是大大不相同 除了要安全 我還要自我的這個風格的展現 同時我還要有一些操控上面的 一個快感跟爽度 好 愛打就帶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喜歡福斯的車款的話 當然一定要直接攻頂R車系 尤其是Golf R的 Very Young 第一次有這個R的Very Young來到台灣 冠儀這個問我就對了 你要知道我是 旅行車專家 福斯鐵粉Golf迷啊 Golf從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我都買過 唯獨八代我還沒有入手 因為八代現在非常稀缺的狀態 沒錯 那Golf如果又要提到說 它是旅行車系的 為什麼我又是旅行車專家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那個時候買福斯的Pasad 這個旅行車 也從B3 B4 B5 B6 買了也總共四代 所以對於旅行車跟Golf的一個結合 我特別的有研究 因為如果從Golf的歷史來看的話 二代 正式的代理商導入 是沒有旅行車的 對 本來就沒有出旅行車 是 那三代 四代有推出旅行車 但是代理商並沒有導入到台灣來 他等於是從五代 六代之後開始 才有進入台灣市場 這個旅行車 Golf variant這個車型 才有進入到台灣市場 但是啊 那個年代啊 沒有啊 認為說旅行車是比較屬於 務實的使用者 對 我們講使用者 因為不是玩家啦 玩家就是 比較喜歡性能車型嘛 所以那個時候呢 並沒有這樣子運動化 性能款的這樣旅行車的車型 不過我們以前買那個 六代的這個 Golf variant 都是1400cc 我們也是給它弄GTI引擎 整個給它移植過去 打造出一個性能版的 這個Golf的旅行車 不過現在在八代啊 真的 原廠就直接給你給好給滿 給到的Golf variant的R版本 而且是正R 正R 是 因為正R它是搭載的2.0升 EA888代 第四代的這個 EV4 EV4的四缸渦輪增壓的汽油引擎 除了這個 很大的動力性能之外 在這一個引擎室下面 我們知道現在新世代的車輛設計 都有所謂的副車架 副車架上面裝的就是引擎 第一個 它其實公用是為了要消弭 整個引擎式的震動 傳到車身裡面 那當然副車架現在在Golf R的 Variant車型上面 它採用是鋁合金式的設計 所以它的重量可以大幅的降低 減輕車頭的一個重量 讓更好的操控感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它可以降低整個 3公斤的一個重量 在鋁合金的副車架的使用上面 那搭配這個車子 所以其實有DCC的主動式的電子懸吊 15段的一個底盤控制系統 那再來車側的部分 關於我們也看到 原廠就配置給你這個 專屬的19寸的鋁圈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造型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美翻了 而且我覺得第一次覺得是很好洗 是很好洗 那另外現在時下最流行就是 所謂這種雙色切削的鋁圈造型 那關於你看到裡面 藍色的卡鉗 一樣是藍色塗裝的卡鉗 當然它上面上面的卡鉗 有一個卡鉗蓋 上面也有一個R字對不對 表示它是R專屬的一個性能卡鉗 關於你再看它的輪圈的中心蓋 有 也一個R 也是R對不對 而且我告訴你 永遠它都是真的 南哥我剛剛想說你們好厲害 還有去喬一下那個輪胎 這是非常高階車種所配置的 這種所謂的懸浮式的輪圈蓋 另外關於你會說 這個後照鏡怎麼不是車身銅色的一個 R才有這個 R才有這一種 霧銀式的這種後視鏡的蓋 我記得以前我開那個 帕薩特B6的Variant的時候 我還特別要去訂這個後照鏡的蓋 很多不是正R都要改成這個 不是R36才有配置 那我開的那個是柴油版本的 我也要給它裝一個R的後視鏡的蓋子 好看啊 霧銀的後視鏡 其實這個霧銀跟車頂的這個架 其實也是一樣霧銀式的一個配色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車身上 你就會看到非常簡單的霧銀 非常亮麗的藍色以及黑色 那從車頭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有專屬的一個這個前面的這個保桿設計 在車側你也可以看到它這個側裙 也是R專屬的 對 也是R專屬的一個側裙 那不過我們還是必須要再打開來一下 關於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車門上面跟EBR板上面 都有這個藍色的氣氛燈 而氣氛燈下面你會發覺是R才有的 專屬的這種類carbon fiber試紋的這個中控台的飾板 對 還有些世代的這個中控台 當然一樣是雙螢幕的數位儀表 然後還有跑車的這個座椅 好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這個設計 那後座我覺得對於旅行車的用家而言 非常在意的就是它的空間以及尺寸 以往Golf的這個車格是 就是屬於中型的這個家庭用車 所以它的空間並沒有特別特別的好 不過這一次在你看到第八代的車型 其實它後座已經又增加了 38mm的一個尺寸 所以後座的這個空間程度表現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再來看到我覺得 從外觀上面必須 就是這一節 沒話說 旅行車就在這一節是最好的 最美麗的一個這個線條 但見仁見智 我個人很喜歡有人說這個車這樣子 太長了 太長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 重點它有實用性 對 我覺得它的設計還是標明 你看它的尾翼 它的後寶桿 來 冠宜你看一下 也是R專屬的 你光看它這支專屬的後寶桿 加上它現在把R放在新的Volkswagen 的廠灰的正中間 然後下方有專門的這個 黑化的一個氣霸 Diffuser式的設計 以及左右都是雙豬 總共四根非常強大的尾管 你有沒有看到 嚇死人了對不對 好帥喔 所以R有非常多專屬的一些設計 包括內裝上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R的這些飾板 R專屬的方向盤 專屬的座椅 最重要的還是它的使用性能 因為一個爸爸開的車子 要熱血有300多匹的馬力 有DCC的電子懸吊 那空間使用上的表現 前排後排坐的太太跟孩子 都夠用了之後 後面還要能夠載 非常多的 不管是滑步車 娃娃椅 還是兒子的腳踏車 甚至你要去露營要滿載 光是這樣打開就有超過600公升的 一個行李箱容積量 你看它的功能性就很好了 嚇死人 在這一種集聚的車裡面 有超過600公升的容積 因為一般我們講說那種 中型SUV 就是500 對 差不多500 其實它有611公升 是非常驚人 那如果你把第二排座椅 往前傾倒的時候 甚至它可以有達到 超過1600公升的一個 行李箱容積 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你說這樣的車 怎麼不吸引人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也難怪它一直處於 缺車的一個狀態 當然你要先訂 你才會有機會 能夠入手這樣子 非常實用又多功能性的車輛 而且更何況它又是 性能旅行車嘛對不對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這屬於正R的性能旅行車 Golf R的V 但我們來看看 Volkswagen的R家族裡面 還有哪一些其他的性能車款呢 說到福斯的R家族 就是整個車系的 這種頂級的性能的代名詞 那目前在台灣市場 福斯的R家族 R車系可以說是 就是那種全速到期 那包含說 就是今天在棚內的這一輛 就是Golf R的Variant旅行車版 另外還有這種就是Golf R的 這個五門仙背車版 然後還有就是T-Roc R跟Ti-Guan R 就是這兩台是這種休旅車 SUV的代表 那這四台車呢 其實他們都是搭載 就是這個EA888的 這個2.0升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不過就是因為這個車型設定的不同 所以說它這個EA888 在這四款車上 其實這個動力輸出動力調教 會有一些些微的差距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為了要 就是符合說這四台車 它各自不同的就是車型的定位 做出不同的調教 那以就是我們來說 我自己認為是最經典的 這個五門仙背的Golf R來說 它的這個最大動力是320匹 然後最大扭力是40.8公斤米 其實這樣設定 已經算是可以把這個EA888 這顆引擎的這個 就是它的性能的發揮 我覺得已經是炸到極限了 可是就是像這一台Golf R的 Variant這台車型 因為它的車身尺寸 畢竟還是大一點 然後車量重一點 所以它其實跟這個Golf R一樣 一樣是320匹的最大馬力 可是它的扭力就是有稍微提升 到42.8公斤米的這個設定 因為車重的不一樣 對 所以相同的這個就是道理 就是說在這個Golf R 因為Golf R它是這個SUV的代表 沒錯 然後這台車當初推出的時候 因為Golf R其實 那種在台灣很多車迷 都是俗稱它地瓜 所以在Golf R都大家叫做地瓜王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是蠻貼切的 那因為它就是SUV的設定 然後車子的重量也是比較重 所以它一樣跟這個Golf R的Variant 一樣是這個320匹 42.8公斤米的這個設定 那其實這四台車它就是 因為車子的大小 然後還有它的這個車型世代 其實還有一些差異 那以這個T-Rug跟T-Guang R 這兩台車來說 這兩台車其實它的車型世代 是稍微比較早推出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內裝裡面 像那個排檔桿 就是一個很好辨認的這個特徵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傳統式的排檔桿 那像Golf R跟Golf R Variant 這兩台是比較新世代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排檔設計 就是採用這種比較新世代 那種短短的 很小的 對 很小的這個設計 排檔桿 對 這也是這四台車的一個 差別的付出 喜歡旅行車的朋友 在台灣的汽車市場裡面 又有一個新的消息 我們最近真的一直常聽到 這款車的消息 那近期大家也捕捉到 它在台北的街頭上面 是完全沒有偽裝 在進行廣告的拍攝 那就是福特的Focus的Wagon是不是 對 其實大家一直很多稱謂 就在等我們節目也聊過蠻多事 就是Focus的ST-Line的Wagon 從最初的就是間諜照 在台北街頭被拍到 到最近幾乎是全部給你看到 所以已經確定這台車 即將就要在我們國內發表上市 不過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受到這個供應鏈的關係 芯片其實一直有缺車 以它目前生產的腳步來說 我們也問了原廠福特六盒 以他們兩大明星車款 KUGA以及Focus來說 其實我們知道他們在12月 會針對他們先做這個KUGA的 新年式車型的一些推展租行 所以也就是說Focus 可能要再稍待一會兒 明年我們抓的時間 應該是二 三年的Q1 那可能就是過完農曆年 就有機會看到大家現在很期待的 就是四代Focus的小改款 那其實這台車目前我們在台灣看到的版本 其實它外觀跟歐規的車型 都是幾乎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它有更銳利的頭燈 水像霧照 那比較特別大家期待就是它內裝的部分 如果以現行市售的SYNC 3 其實主機看起來就比較沒有新鮮感了 那大家看到國外的車型 大家都很期待就是 它除了有12.3吋的數位儀表之外 主機應該就會升級到跟國外歐規 或是中國大陸都有出來的 SYNC 4的系統它是13.2的 車機變大了 所以就很大一片 剛剛我們畫面上有看到 整個的科技感就會上來 但大家現在比較好奇的就是 在動力的編程上 伏特利爾一直沒有跟我們很正確的答覆 因為以目前的看法 歐規它走的是1.0